有个戴墨镜的男司机在新马第二通道出现堵车和抢车道的乱象时 下车协助指挥交通 网民为这个墨镜哥鼓掌叫好 我们要多鼓励这种见义勇为的举动 不当路怒足 今天的多懂一点 让我们学习修炼心情 不要做一个一开车上路就变得愤怒的人 每一次开车上路就是一场修炼 看看专家建议的修炼贴士 第一不要赶时间 也不要被时间追赶 更不要给自己设下一个预期的时间 规定自己要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提前五分钟出门换一辈子幸福 第二不要跟其他的司机竞争 当其他的车子超越自己 一定有他们必须要加速赶快的理由 理解就好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比自己更身不由己 你应该感到庆幸 第三 如果旁边的汽车打了方向灯 想要变换车道 请尽量的配合协助 对方都客气的打了方向灯 我们就让吧 就算没有打方向灯 该教训他的也不是我们 是交通警察 第四 看到别的司机在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 做出违规举动时 先叹一口气 确保自己不被这种危险驾驶波及 再来个深呼吸 那就好了 不是吗 第五 怀疑其他的司机举动 侮辱了自己 或者挑战自己 那就是你遇到了幼稚的人 也许是你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让对方误会了 或者是妨碍到他了 要这么想 对方是在提醒自己 顶多是对方的教养有问题了 那也不关我的事 不必闻机起舞 切记切记 试试看这五招会有用的 只要保持心情平稳愉快 路上的坎坷不平都是风景 你是那个握着方向盘的人 要怎么让马路不会变成虎口 让行车更安全 就看我们能不能控制得住 一头头心中的野兽 开车斗气 就是跟自己也跟别人过不去 还不如斗歌敬意 在路上听听歌曲 人生短短几个秋啊 为何不开心出游呢